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的爸爸 一个特别的爸爸成就了一个特别的我 我爸爸是一个极度乐观的人 他是一个很开心很开朗没有烦恼的人 他的烦恼都会丢给我妈去处理 我们广东话有一句叫 就是意思是说天塌下来 他也放被子来盖 所以我爸爸是没有烦恼的 以前小时候我也不喜欢自己 因为觉得自己就很奇怪 每当我父母带我出门 都会惹到很多奇事的眼光 一直盯着我来看 感觉不舒服 我就不喜欢出门 但是我父母就常常会带我出门 有一段时间我不喜欢自己 讨厌自己 甚至连镜子都不想要看到自己 但是我爸爸有一天跟我讲 其实你跟其他人不一样 你不能愁眉苦美 你要常常笑 你笑才会有朋友 才会有人跟你交朋友 不然你老的时候就会变成孤独老人 就没有朋友了 那时候我才大概十岁左右 我在想 我会变成孤独老人吗 啊 怎么办 那时候我才开始很担心 然后我在想 那如果我想要改变的话 我要怎样改变 那时候我就开始照镜子 在对着镜子笑 找一个笑容好看的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我每张照片都是同样的笑容 因为有练过的 所以我就开始跟人家互动 就开始去认识一个新的朋友 不同的年纪 我都可以跟他们交流聊天 我开始慢慢接受自己 我就从不喜欢自己到爱上自己 到现在是有一点自恋 怎么说呢 就是我现在出门 只要有人盯着我来看 我就感觉着很爽 因为有人在欣赏我 我就把思想不同的想法 就是改变了思想 以前我会觉得 人家盯着我是歧视我 现在只要有人盯着我 我就觉得 哇 有人在心想自己 多开心啊 感觉有风力 所以我会很注重法办 注重我的发型 注重我的衣服穿着 因为我希望人家看着我的时候 他们的眼睛是舒服亮丽的 就是视觉上 就让大家有 不会看到我是拉拉踏踏张张的 所以这些我都有想过 要怎么样去跟人互动的 所以从一个我不喜欢自己 到要爱自己 都是需要我们心理调整 就是改变我们的思想 有一句话就是 我们不能去控制别人 怎么去想 只要我们去调整我们的心理 我们的观念改变的话 世界就会很漂亮 谢谢大家 我们是从来吸引给便宜了